教练教练 他们都说我打球没天赋 我球感差 那什么是球感 什么是球感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球放在这 这球有把握吗 还行吗 对吧 这个球肯定是有把握打进去的 但目标球不动 白球放远一点 还打这个中 那这就没把握 是吧 但实际上这个进球点并没有变 可是我能看这进球点 就是打不进 没错 这就是球感 什么是球感 就是说 我们打同样的角度球的时候 你会感觉你不管怎么打 它都会把握能进 这就是球感 它跟白球位置没有关系 但是大部分人的这个球感 比如这个距离 我们是有感觉的 但如果远了之后 也可能你这个球感就没了 你就得靠什么 描点的技巧 出竿的方法去打了 所以球感好的人是 你趴之后 你不管是看哪描哪 你就感觉 你打的位置它能进 这种感觉就是源自于什么了 可能你对这个球 近的四十多了 慢慢的有一个记忆的画面 这种画面感越清晰 你就越不需要考虑用了什么方法 就是感觉趴下它能进 但是这种远距离 换了个位置之后 也可能我们练得少 对这种进球的画面感比较弱 所以这种球感没有建立起来 像我这种没天赋 没球感的人能把球感练上去吗 可以练出来的 你看那么多职业选手 其实他们打球 你感觉都没有怎么去描 但并不是所有的职业选手 球感都很好 有很多也都是后天练出来的 对吧 那怎么练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角度球 拆成很多类型 比如说远台呀半台呀 中带底带呀 大角度小角度啊 你把不同角度 不同距离的台面上的各个位置 都练一练 时间长了之后 你的球感慢慢的就会建立起来 一定要找到一个科学系统的方法去练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